大家好,我是2A班的谢诺 今天我会讲一个故事叫 风在哪里 美术课上老师对同学们说 我们今天要画风 同学们一开始都摇摇头 说风是画不出来的 老师问你们想风和什么有关呢 同学们想了想快乐起来 小冬快乐是正在扫落叶的清洁工人 小美画的是风吹的花草和草屁上 你追我我跑的小朋友 小吕丽画的是蓝天白云 还有阴风飘的国旗 小吕丽画的是月亮 月光下也以爷爷坐在院子里 山上子 小光看看窗外红的太阳 要看看课室里的电风扇 有了小光画了在风扇下学习的小学生 看看同学都画出了风 老师笑着说 只要多看 多想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有风 谢谢观看